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来探讨我们的地方观光 闲置空间如何活化在利用 地方创生还有交通等相关的民生议题 首先为您介绍我们与会的第一位贵宾 是我们的陈明健 陈艺作 主持人小军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乡亲大家晚安 你好 你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 我们的联恩典联艺作 主持人小军 以及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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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好 那说到这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观光议题 观光基隆已经有一个很强势的力量 叫做游轮母港 那现在在后疫情时代 即将要展开的是我们的跳岛行程 在这么多这么长的一些休养时间 游轮母港会再起来 我们要请我们的联谊座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这一次我们停了这么久的游轮观光发展产业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上帝我给基隆一个很好的机会 虽然这次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不方便也停滞了非常久 我想这也是我们正好在休息当中 我们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我们看到现在基隆已经打造的跟之前 有非常多的不同 那不管在我们的观光的廊带 从我们的西岸或者是我们东岸 甚至延伸到河滨岛 这几个观光的景点已经都慢慢的串起来 那每次在谈到这个我们的 游轮母港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游客会来到我们基隆 那我们基隆要怎么样 在这个最短短的大概是六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把这一些我们基隆的好 然后让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 而且能够来我们基隆 把他们口袋的钱留下来 而不是再像以往的 他们来了之后就到台北 那我想现在时机也成熟了 特别是在我们疫情停的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也准备了 我认为是进步了非常多 虽然还没有达到很完善 但是一步一步的 都是我们基隆现在正好 也要亮点的时候 是 所以真的是休息 可以走更长远的路 所以把周边的设施都准备好了 像我们的那个港运大楼 是 你现在有新造的 对 所以就是趁这一段时间 可以好好的把它整个 完整的更加呈现 那义座呢 陈明健 陈义座 虽然在疫情期间 我们游轮的航次减少了 但是就如同我们连一眼所讲的 正好是我们基隆市 准备的一个时段 而且我们基隆市整个观光的一个季节 几乎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夏季 因为我们是多余的城市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 时段里面可以正好 能够这一些 迎接我们游轮的一些观光客 我们基隆市的一些观光的一个景点跟廊带 不外乎就是海跟山 尤其是我们基隆市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海洋的这个海岸 所以我们可以从事这种海洋之类的一些观光的一个游轮跟活动 比如说像目前昨天市长所开的一个记者会 像手管记已经开始起跑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手管记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将来能够拉我们的游轮游观光客 来去做海上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甚至于把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光客 能够去体验我们游轮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谓的一个游轮漫游 因为我们基隆市有大概有长潭港跟八斗子游港 甚至于外木山跟奥迪这样的一个游港里面 我们几乎都是有一些的游村部落在它港口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把观光客带到我们这样子 做一些游轮漫游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在这方面 另外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海洋的一个活动 在我们这个这段时间 像每一年我们市府举办的一个潮进海湾节这部分 像今年它就举办了这个潮进五大潮活动 比如说潮游春 潮美食 潮海洋 潮音乐 潮生态 这个不外乎都是跟海洋都有关系的 让我们的观光客能够去体验 这个我们这些海的这些有关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体验 其次就是我们即将也要做规划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水路旅程 就是让我们的观光客从我们的火车站的小艇码头 乘坐我们的船舶 然后到河滨岛在这段期间在港区 你能够观赏我们东西岸的各种的一个景点 比如说我们西岸的阳明文化馆跟我们的光华岛 甚至于我们东岸的这些很多的一个景点 最后到河滨岛的时候来连结我们这些河滨岛公园的一个观光 这样的一个地区这样的一个观光囊带 将来使我们观光客能够多留几个小时的时间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夜市的庙口 这个是我们全省非常有名的 这个一定是让我们观光客能够在我们基隆市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消费 另外就是我们这些游人能够进港的时候 在我们观光客在下船之前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跟其他国外的 比如说日本也可以做一些我们欢迎的一个舞蹈 来他们欢迎到我们基隆市来 比如说一些民俗的舞蹈 我在这边也想说也帮我们原住民这些舞蹈做个宣导 也可以请我们原住民的这些乐舞人员 能够在观光客下船之前 能够在岸边就表演这些舞蹈 这个可以增加他们观光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最后也就是我们整个在地的一个美食 这个真的是把观光客留住 最近还有我们基隆岛的开放 我们也娱乐船去登岛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是希望我们能到基隆市的观光客来基隆观光 就是觉得那时候把钱花观光 是值得非常值得这样子 到基隆来观光来带动我们基隆市当地的产值 也带来我们地方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是 所以就是要做好所有的周边措施 而且刚刚还讲到一个很有特色 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就是比如说像是原住民舞蹈的迎兵啊 这也都是一个很好增加税收的方式 连恩典连一座呢 我想刚刚有讲到我们这些的这个观光客 来到我们基隆之后 我刚刚有讲到像我们东岸 东岸的部分就从我们火车站这边 然后沿着我们沿岸周边 好比说法国公墓 再加上有一个慢慢走到我们现在最夯的一个彩色屋 这个渔岗那边然后再加上阿拉保湾 我们现在也交给北关处 他做的那个岛非常漂亮 其实那个岛我们一直觉得 它会比野柳来得还要漂亮 那边的沿岸不管是豆腐沿 我们以前小时候去的皇帝殿 这个这些等等的 都是东岸这边的能够可以去走 那其实如果下船了 我们以前到别的港口 别的国家港口去 也大概是差不多四个小时 那下船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小巴 类似这种的 然后带我们到几个景点去走一走 我看也就是来到基隆一个点 另外一个可以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西岸的部分 西岸部分像我们的十八楼岸洞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百米墓炮台 那刚刚我们陈议员也讲到 外幕山的这些的小港 渔港 然后特别是那个海湾的部分 那个海边的部分我想绝对不会输你到外国看的景点 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这个奥底的一个沙滩 那是白天也都可以去欣赏 那特别是晚上如果特别在这个夏季的索管季 海上的那个景色 这个渔船 那个灯火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那再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到山上那个情人湖那边去 那可以看看那边有老鹰的这个巢穴 那从情人湖上面来看到底下的那个外幕山的景色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样有两个地方的点 可以这样来玩的话 我想在每一次 甚至它可以下次再来我们基隆 这次玩东岸 下次就玩西岸 我想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利益 是 所以就是有系统的规划一些相关游程 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游客留在基隆 好好的玩半天一天 在这边再补充一下 因为昨天在索管季的记者会里面 市长有宣誓就是说 我们将来基隆会有一个旅程的一个规划 就是说不断电24小时不休息 市长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告 就是时往观光客到基隆来的时候 不只它在日间有观光的一个行程 甚至于晚上你都可以做一些安排 观光的行程 所以市长昨天宣誓说不断电24小时都不休息 新的一个旅程的一个规划方式 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拭目以待 顺便补充就是来跟大家报道说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振兴三倍券里面 如果使用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欢迎到基隆来 把你们的三倍券在基隆来使用 振兴基隆的地方进行 是 一桌真的是超佛心来的 还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通通找来基隆玩 我们来基隆增加我们的在地的亮点跟特色 那刚才讲完了这个观光部分 其实有很多可以探讨可以去发展 但相信市府他们就会做好完整的准备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如何活化闲置空间 这就牵扯到我们的治安问题 因为相信很多民众都会跟你们说 社区这个部分 像这个空间里面已经是过去一个均营 已经报废了 也是我们目前是我们文化 规划将来是一个文资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已经规划 纳入是我们大历史场景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将来可能也会提到这个地方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待会也会再做更多的一个说明 像这样的很多的闲置空间 我们可以合法的配合当地的这些特色 做这样的一个活化空间 而另外就是我们地方商的一个治安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奇迫 但是治安也不能当当到我们公家机关 尤其是我们警察单位这部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民间的一个力量 所谓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在治安这方面的话 我想有一个可以很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除了在各地区各个角落装置这个监视器以外 但是你这个监视器装设的支数太多 会不会形成对我们自己市民隐私前的一个侵犯 比如说你一个监视器的一个镜头 如果单单它不固定的就是在我家门口这样子照射的时候 这一户家人的进出20小时都会被这个监视器所监视的 有一点就变成我的隐私权会在哪里 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监视器是不是一定要普遍化 我想这个是见仁见识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当地的有所谓的守望相助队跟巡守队 所以我们守望相助队除了就是去辅助我们这些警力 所没办法走到的这个地方之外 他们在夜间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功效 甚至于克组的这样一个功效 但是我们也建议守望相助队这部分 也不能单单只关心到治安这一块 是不是利用守望相助队这样的一个功能 能够做多元化的来运用 比如说他顺便也可以做一些环境上的一个关心 甚至于也对我们这些地区老人家这些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关心 能够把守望相助队的功能能够发挥到极大 让我们地方上的治安能够更加的安全 大家市民能够安居乐业 对 真的耶 守望相助队在这一个维护治安上真的发挥很大的功用 而且现在希望能够再强化再强大 就是深入了解我们所有 譬如说像是独居长者 或者是需要碰到的帮助的民众 他们都可以适时的伸出援手 因为只有他经过的时候他才会知道 恩典一座 我想接着我们民间议员刚刚所提到的守望相助队 我们在昨天南岸区应该是第三分局 有举办了一个守望相助队的治安座谈 那我们那时候也谈到现在的守望相助队 已经不再是这个过去的只有晚上两个小时 然后从10点到12点钟来协助巡逻 那现在的这一些的守望相助队可以再衍生 好比说你社区的这个血统早晨的上下课的 上下课的这些的交通的 这维护他们的交通安全 然后再来也可以帮忙守望这一些社区的长者 来帮助去关怀他们 那再来有我想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包括学校的环境教育等等都需要一些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守望相助队的这些志工 可以发挥再多再多的功能 那包括什么 这个维护那个西的这个守望 那巡守还有一些的这个环保 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一些的这些维护 我想就慢慢的也可以拓展出去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的巡守队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怎么样这个活化限制空间 其实在我们暖暖来讲有非常多的这个闲置空间 特别是在过岗 过岗这个地方以前它就是一个文教区 那文教区有当初的警察局宿舍也有 还有市政府的宿舍 还有自来水的宿舍也有 还有这个中渝新村的 还蛮多的 真的是很多 那现在过岗那边的人也是减少了很多 因为这些的宿舍已经都老旧不堪了 那政府也没有再太多的经费再去做维救 所以它慢慢也都还给了政府 那这些闲置空间怎么样来运用 特别是在过岗这部分 那也是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提到 我们过岗有一个全台湾省 这唯一的黄纳石博物馆 那黄纳石博物馆现在目前 也是在运用闲置空间 因为那个是市政府的单身宿舍 那现在都没有人住在那边了 所以把那个单身宿舍就把它 一楼的部分做成黄纳石的展颜厂 那其实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的 这个旧的房舍 这个没有 还是放在那里 那我一直希望说 我们市政府也能够把 这些的空地空出来 至少有个停车的空间 至少人家从外面过来参观的 你游览车来个五步或几步 有地方让他们好好的看 那好好的了解 这个全世界唯一大概三个地方 有这个黄纳石的地方 那我们基隆 特别是在暖暖 有这个东西让他们来看 所以说这些的闲置空间 对我们社区来讲 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地方 但是现在政府已经有在市长 也有在盘点这一些的 特别是工部门的这些的宿舍部分 那然后赶快释放出来 然后怎么样跟地方跟社区 然后一起结合 那甚至可以结合到产业的部分 哇这真的是大工程 不过就是要去做就对了啦 想一想该怎么做 对未来是最好的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闲置空间 活化再利用 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我们的阿拉宝湾聚落再生计划 陈明健 陈毅作有准备照片 要来给我们瞧瞧 我们要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 就是可以看到 阿拉宝湾聚落再生计划 它其实是一个大计划 那等一下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问题 放一下照片 然后我们请毅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呢 这个是我们当初就是 在整个大理石场景的规划里面 我特别跟市府建议就是说 希望能够把这个阿拉宝湾这一块 能够把它纳入在里面 所以我们从规划开始 跟我们的这些规划团队这些 然后从开始选择地方 跟做规划 跟这个整个设计 以及到现在整个执行这部分 我们都是跟在地的这些租人 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去做设计规划 甚至一起来把这个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完成 所以上次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启用的时候 真的每一个地方都乐意见到它 目前能够把它做到这个样子 将来我们还是会跟当地的这些 有一些的景点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除了是可以作为我们当地族人的一些聚会的地方之外 也可以做一些文化传承 比如说对我们小孩子的一些 缘洗的一个场地 对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认识 甚至于对一些手工艺品 文创品的一个制作 甚至于对他们现在目前 整个遇到我们基隆这里来的这些的历史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详细的 在聚会所有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很乐见这次阿拉巴湾这个聚会所能够落成启用 我们不是只有到现在而已 还会继续有其他的 获取的一些规划 让把这一代能够演纳入我们整个和平岛公园的 观光蓝带的路线的其中之一 那真的是可以呼吟地方的需求 地方真的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不但可以乘上旗下 还可以跟着市府的整体规划 打造游的地方 然后重点是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聚会的场所 这真的是很棒 所以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去探讨去做的事 但至少跨错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周边的环境 已经活化开始在利用 那当然在暖暖区也是有很多 我们要请恩典一座来跟我们分享 好 那我刚刚讲到我们驳岗的部分 那其实定内的部分像有这个眷村 那眷村的部分还有特别是海军的这个 单身的住的地方 还有香港山庄 其实我们香港山庄现在在我 大概二十几年前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那些老伯伯 所以我那时候在那边在跟他们关怀的时候 有两百七十八位 到了现在只剩下了七位 因为过了二十几年 现在那边最年轻的伯伯应该是八十六岁 最年轻的 那有将近一百岁的 九十 九十岁的有还有剩下四位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翔和山庄和翔和新庄 他们是一个海军宿舍的一个单身宿舍 那其实我也 我们在跟市政府社会处那边 跟他们一起做讨论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地方能够释放出来 让我们基隆社会处 来跟他们做一个合作 我们照顾这些伯伯 那然后顺便也把那个空间 那也释放出去给一般的百姓可以运用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很好 可以直接运用的 就是说不管他们的活动空间 有很好的礼堂 有很好的宗庭 也有很多的 大概应该有 大概六十间的单身的宿舍 那只要稍微我们把那个整理一下 那我想就可以配上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最关心一些老人的一些的事情 就可以在里面做 那特别是 当然这个要跟国防部再来做研究 是不是讨论 是不是这种的空间 能不能让我们地方上来用 那这是我刚刚讲的海军的部分 那其实还有我们地方的闲置空间 我刚刚说到 像过岗的他们的检察局宿舍之前 也有透过一些的社区营造 还有社规、社造 这些的部分有些年轻人也进驻 那让地方 让过岗那个地方 真的是有活化 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 可能持续性不是这么够 那让这些的年轻人 绝对在那边也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 可能他们暂时就退离开 我想这是以后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可能要再多一些的元素在里面 让他们这样子的 永续经营 是这样子最希望的 听说还有年轻人回来之后 要来创这个地方产业平台 要把我们的眷村美食给发扬光大 对 说到这里 正好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加入 我们这个定祥设计发展协会 然后再讨论到 我们地方怎么样的能够创生 那其实我们 这是我一直之前也一直在 包括我在接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时候 也在想 我们暖暖区 其实暖暖不是像其他一些的农业的城市 不管是苗栗 或者台中 或者南投等等 产竹笋 不能产水果什么 但是暖暖这个地方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只有以前的煤矿 那怎么样能够带动我们的产业 像现在 我们暖暖的这个能见度也越来越高了 那然后慢慢 当然大家也想要到慢活的这些的活动的时候会想到暖暖 因为暖暖是一个好山好水 空气新鲜 空气新鲜 对 适合居住的地方 然后大家来这个地方就很多山可以爬 其实现在目前最夯的是一个淡南古道 那淡南古道 那这一条也是新北市 因为有接到新北市去 所以新北市他们也一直在要把这条路线炒热 慢慢也跟日本 他们以前在统治台湾的时候 然后这条路也是到宜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道 所以他们也搭配日本人 他们也愿意再来把它 就是说把过去的这些的历史场景再要搬回来 那我想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那再加上暖暖其实是以前 它就有两百六十几年的历史 从淡水走基隆河 然后到了暖暖这个地方 是一个船舶的港口的点 那个最后的终点 然后所有的不管要出国的 像茶叶、煤炭 包括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的那个大清蓝染 这些的部分都是从暖暖出口 那进来的东西也是一样 到了暖暖是一个终点带 然后透过暖暖街再走到东四 东四现在的暖冬峡谷淡南古道 到了宜兰那对方那个方向过去 所以这边是以前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想这么多人愿意来的时候 到底我们这边的地方能够给他们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想到说 是不是能够我们架构一个平台 把这些的眷村或者是以前我们地方上的阿嬷所留下来的 不管是四房菜也好 还有眷村的这个我们像中英社区他们很会做这个大饼 面食这些的食材 或者是有些像这个过港社区他们很会做这个菜桃笼 也就是那个萝卜干 很好像宜兰他们类似 但是我们中英社区不是过港社区有他们的特色 像这些等等的眷村还有刚刚我讲到眷村里面有很多之前的做红菊酒 红糟的红糟肉然后类似的这些酿酒的还有这个酒粮这些等等之类 通通可以在我们暖暖慢慢的铺陈 然后把它变成是我们在地的一个私房菜的样式 然后只要有暖暖来的话 到了暖暖的时候就有一些的至少有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 我想这是我们期待的 目前也正好在打造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刚刚我讲到这个青年人 他是之前在我们暖暖人 然后他学了台湾一些文创的概念 然后到大陆去帮大陆那些城市规划 他现在因为这次疫情倒在回不去了 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他就非常有兴趣 然后希望把我们在地的能够透过一些平台 把我们这些的不管美食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的 这些文化都能够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我们暖暖也有一些的东西可以来呈现给大家 这就是地方创生的力量 年轻人进来然后加一点创意 富于老旧物品新生命 这就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创生 那当然原住民也是有这样的地方创生的概念吗 对 原住民这部分也会 将来也会规划这样的一个美食的路线 尤其刚刚提到的一个阿拉把湾 那刚好是一个河滨岛公园的后门里面的一个 大家很多都会经过那边 所以将来我们也是规划原住民那种特色的美食 比如说一些竹筒饭 这些我们也是在规划当中 这真的就可以看到年轻人回来 那当然说到回来之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交通问题了 其实市政府近年来都一直在解决交通问题 有很多的快捷公车通通都打通了 我们要先请民建益座跟我们分享 中正区我们直达台北现在目前有哪几个路线 然后您觉得这样的持续效好不好 民众都怎么跟你反应 对于这种交通部分 我想我们通车组上班组体会最深 我们市府也规划了 比如在中正部分有2088 1579 这个快捷公车 的确对我们的上班组通勤组来讲 这个效益特别的显现了出来 尤其是在上下班这段期间 真的它非常的便捷 不要经过好几段的一个通车的路线 比如说我先坐到火车站 再坐火车到上班地点 然后再搭上班地点的公车 所以现在有这个快捷公车 可以让他们节省很多的一个时间 但是在班次的调整部分 我想会有尖峰跟旅峰的这样的一个班次 尤其是上班跟下班这个时段 我想在班次的方面也可以做一些 稍微把时间能够缩短 但是到了离峰比如说中午 这个时间刚好大家都是上班时间 也可以把班次稍微挪长一点 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快捷公车的通勤量 能够发挥到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不是说每个半小时或是15分钟 就有一班的话 有时候这个快捷公车里面 上去一看中午只有一两个 甚至会有空车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是建议认为快捷公车 对我们这些通勤处 真的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但是班车这样的一个调整 就是在我们尖峰上班跟下班那个时段 也可以把时间稍微缩短 把离峰这段中间可以把班次稍微挪长一点 让我们的班次能够再音量 能够达到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是 这样子也很帮那个客运公司着想 就是尖峰时段多一点 然后离峰时段就少一点这样子 对 我要请那个恩典益座来谈谈 暖暖区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就你的观察 我想我们快捷公车其实最早 大概在八九年前 从这个交通部有补助 补助我们金融市的那个R线 R线就是从七路火车站 然后开了很多的支线 好比说到了暖暖的定列的姓华城 安乐社区 甚至走八斗子 从六二走到八斗子 速度非常快 那这些的时候都是有那时候交通部 他们有补助这个经费 然后那时候就委托了 基隆客运来做运营这样 但是过了五年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继续补助了 那所以说现在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衍生了到现在的快捷公车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以前我们刚刚陈议员讲的 不要我们上班的时候 好比说不管住暖暖住 住安乐社区什么 一定要到台北的话 可能你要坐骑摩托车 或者是到了八路火车站 然后到可能到松山火车站 或者台北火车站 再坐公车再到你的地方 那现在这个快捷公车来的时候 已经基隆现在我们旧本软软来讲 有1061 1062 1088 那R线的只是到七路火车站 那这一些的班车在开的时候 让我们上班通行组的人是方便的很多 他不需要在大老远 可能骑着摩托车再到八路火车站 然后再转过去 那慢慢其实这个概念 我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变成到了一个转运站 那之前呢 1061和1062 他们都走 这个高速公路上从内湖那边下去 然后走八德路 到了这个应该是 八德路那边 那再回头这样过来 那后来又延续了一个1088 同学1088是这样 他当初设计的时候 他也是希望说直接到了南港 那个南港展览馆那边 那边有内湖县的这个捷运 然后也有往这个 再加上这个火车 南港火车站 那边也可以转过去 那大家需要的不管到了板南线或什么都可以 再借着南港那边再拖出去你要的地方 那这是最快的 那目前我们这两这三条路线营运的最好的就是1061和1062 这两条线就是直接要到这个八德路那边上班的人就方便很多 那但是1088现在的这条线的就不是这么好 原因是有的人认为说把这个线直接开到了这个南港展览馆这里 他还要再做捷运再出去 所以也这个经费上 车票上的经费也要需要花的比较多 然后时间上也要比较多 那当然这个概念就是如果大家期待每一个人上班都有很多的路线 那这个就像基隆科技目前在营运的 他就很有困难 因为你你人这个路线多了把人的就分散了 所以他也就常常我们目前会发生的有的减班啊 因为他开不出这么办 他只好减班也请不起司机了 所以有的变成拖班了 那造成更不方便 所以在这里我们鼓励大家 在有些的情况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支持 尽量来让这条路线很多人来搭 那让他的班次是多的 那让你到了看你们我们自己选 我们那个上班的点在哪里 是最方便能够接过去的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几年前这个从大五轮里面设计 也有捷运公司 也有快捷公司往台北 后来因为人搭的不是这么多 也就停掉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 这个新开的路线到底能不能够养活下去 我想当然这个客运公司 他们来也是要做投资的 那如果说这条线人做的很多很集中 那当然客运公司他一定会 会这个业者一定会 没有赚钱的 没有赚钱那只好做关门 可能减班 我想这次都会一种恶性循环 那所以在这个快捷公车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建议我们这些上班族的好朋友 就是通车的朋友 所以有时候真的也要稍微忍耐一下 尽量去让这些集中 然后怎么样在这一个当中去找到你的最快的 最方便的MT4 所以要双赢这一件事情 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斗脑筋 那刚才说完了交通 最主要还是要便利大家 就是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交通方便了 所有的经济就会起来了 那再来我们就要探讨我们的就业问题 要帮助在地发展 我们要请教民建一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和平岛潜建园区有一万个工作机会 金融市的劳动人口如何保障劳工权益 我们要请民建一桌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台船这块地将来要设计为 我们潜建的一个园区 能够带来我们所称的一万个以上的一个就业机会 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台船要做的是一个潜建 是一个潜水艇 因为潜水艇这样的一个制造过程 必须要有很多的一个协力厂商 甚至于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 跟一些的产品 比如说我们国内没办法生产的 必须要从国外能够运送到这里 到我们台湾这里来 就是所谓的国外的一个授权的一个产品 再运到我们台湾到基隆这一块这部分 会带动我们的聚业聚会 这是必然的 这是当然的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今天台湾设计一个潜建的一个园区里面 它的所谓的工作跟任务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个潜建不可能在我们从开始设计 制造零件 组装跟整艘潜建的整个组合都在我们基隆 据我所了解 我们台湾潜建园区的主要的工作是 我们潜建所有的一个装备零件的一个制作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园区里面 进驻我们潜建的一个协力厂商 能够进驻在这个潜建园区里面 产生这些所有一些零配件的一个产业链 来带动我们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而这个零组建做完之后 我们将来组装不是在我们基隆 是在高雄 所以这个潜建的一个制作两部分 据我了解是零件的一个制作 它在基隆 整个潜建的一个组装到最后变成一个潜艇 那是在我们高雄 所以据我们当时这样的一个规划是说 将来30年的时间要建造15艘的这样的一个潜建 3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带来我们将近有1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我想这个是可以达成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这些我们和平岛是不是能够承受 像比如说载运这些零配件 比如说有大型的这样的大型车来进出的时候 我们整个和平岛的交通动线能不能承受 这样的一个交通流量 还有这些将来就业的人口 对整个和平岛来讲 上下班这样的一个就业人口的一个流动 我们和平岛能不能承受 当然我们是乐见这个就业机会能够带给我们基隆市 不只1万个以上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整个潜建的所有制造过程里面 能够都留在我们基隆市和平岛这边 但我们刚刚所担心的主要就是整个交通的动线 除了将来我们就业人口以外 甚至目前和平岛的整个观光的动线这部分 尤其是大型的游览车 假日观光的这些车辆 几乎也差不多已经是很拥挤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如果将来我们台船潜见园区 设在我们台船 我们和平岛最里面的时候 将来我们和平岛这些交通动线 可能大家要思考会不会被打劫 我们也乐见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 带给我们基隆市 所以但是我们思考的就是说 在和平岛这个交通部分 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交通流量 所以真的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要解决的就是交通容量 不然就像大家一上班 大家所有的摩托车都是进和平岛 然后那个下班又通通出来 因为那个场面也是蛮壮观的 所以交通的动线要先好好解决 然后接下来要带大家来探讨的就是 我们要营造生活的小确幸 要打造我们的特色公园 最近有安乐三期的共农市特色公园已经启用 真的吸引很多人来 你看经过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那里玩 可是因为他们的空间很大 我们要请我们的恩典义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我想现在的人已经对在社区里面对公园的需求 已经越来越觉得是一个他重要的一点 特别是他们会把运动的一部分 大概都放在公园的部分 所以对公园的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那以及现在的建制 也就是所谓的金融市目前 今年有成立一个公园课 但是公园课负责哪两个地方呢 第一个负责我们中正公园 第二个负责这个百福社区的一个百福社区公园 他只有负责这两个 其他的公园还是交给当地的区公所 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园整理非常花时间 以我本身来讲 我现在是这个发展协会 也是接了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那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也接了 我们定内的15号公园里面的这个 维护就是我们自己去自愿去接来围管 那里面我就发觉 那个除草的部分 草长的部分 还有你让花要长的部分 你的洒水的部分 这些是非常费工的 你只要像这种大热天 你两天你不给他浇水 他就死给你看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的志工有非 我们现在当然是很有系统的 帮他安排 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这个磨磨水 这个水来种 只要时间到要 对对 那时间到了你就要来浇水 或者是除草 我们找一个时间 一个礼拜 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大概花两个小时 个人把个人的地方弄好 所以基本上 在我们15号公园那边 有一公顷多 我们的面积非常大 那我们的志工将近有 快要到60个 所以目前还好 将我们这个15号公园 也欢迎大家有空 到我们15号公园来走一走 旁边有风雨操场 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设施 那整理的也真的不错 那目前就是因为 我们这样好好的整理 所以我们那里的生态 我们的蝴蝶 我们的鸟类 还有甚至有穿山甲 还有曾经有山枪跑过来 因为旁边有山 那这些的生态也越来越丰富了 那我们的蓝蝴泉 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得到 在那边飞来飞去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社区里面 有用心在那边做 那刚刚讲到公园 对大家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面积够大 我们当初在做这个公园的时候 设计我们有做了一个公园的步道 那个步道有350公尺 所以在那边你绕一圈 你绕了十圈 就可以走到三公里一半 那所以是人现在越来越多 所以我刚刚讲的 大家对公园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就像我们的那个吹花旗盘角 开花了 有人就晚上就会在那边等 因为那是只有晚上开花了 慢慢的荷花也是一样 有的晚上开了 莲花晚上开了 早上太阳起来又合起来 所以慢慢慢慢大家也会对这些植物 这些生态有好感 那这些呢 都必须是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 如果今天你单单要靠 区公所的经费能力是做不到的 区公所能做的是安排 一年可能安排四次来帮你除草 那其他的部分就让他 你要让他花花草草长的 你即使是来中了 没有人去围管他 我看再过了两三个礼拜也就报销了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认知 社区要是大家的 你愿意这个地方环境好 那你就必须要尽一份心力 那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在我们 这个四号公园里面 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慢慢慢慢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来参与这一块 不管头先是来帮忙做粗活的 比如把把草什么 慢慢的对生物的调查也有人有兴趣 我们就分配你做这些就这些 那让我们这个公园 现在在里长的也带领之下 把我们规划的 不管在那边做上课的 或者是各种的活动都非常有趣 那其中有一块就是讲到 这个儿童的游乐器材 我想在应该在五年前 就有人就一个特工盟 就是对公园他们有另外的想法 就是说希望能够用共荣室的游具 来在公园里面呈现 就像刚刚我们小军讲的 在安乐区那边也有 现在在很好玩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是认为 做个共荣室的游具 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有那个长 长地够大 你第一个够大可能玩起来 才有那个feel 那再来呢 你这些的共荣室游具做好了之后 会有很多人来 那你如果这里的周边的环境 你停车的空间也不够什么的 然后真的会造成这个社区的灾难 那再加上很多人来这个社区的环境 不管是刚刚我讲的可能垃圾也变多了 那我们这里本身社区的进出也不是这么方便的 因为人多了 所以这些也会造成我刚刚讲的社区的灾难 那有人也的看法很不同 也不希望这种到我们社区来做这个工荣室 那特别是对那些比较角落公园 或者比较小的公园那些来讲 那这个做这种工荣室 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这个罐头式的游具 我觉得一定要让它存在 为什么 这个罐头式的游具呢 所能够来这边玩的 一定都是那些幼儿 所以幼儿大概在三四岁以下的 那特别是现在在社区里面 有些的爸爸妈妈上班了 把这些孩子 有的是阿嬷在带 那阿嬷最好的出来晒晒太阳自己运动运动 然后把孙子带出来 就是只能在这个罐头游具里面玩 那罐头游具的 它的这个定义就是一般都是用塑胶的 我们现在就或者用FRP的来这样做 那之前我也有找一些资料 就像现在市政府已经也不再 不再有这种罐头游具的这个产生 他因为希望这个工荣游具 这一个新的东西能够在社区里面 我刚刚又讲到 真的要因地制宜 你没有很好的这个面积 没有很好的空间 你这种工荣游具是不好 没有办法在这个小公园里面产生的 所以罐头游具其实很适合是小社区的 小社区小公园 所以异作有准备照片要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 因为罐头游具破损了是很危险的 所以还是必须要有它的存在性 但是它有存在性 它后续所研发出来的就是如何来修闪 我们再一起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楼梯 楼梯这是FRP做的 它这个大概到了三五年的时候 一定会脆化 那脆化之后 现在的区工所 它也真的没有这个经费来维修 那就让它这样放着 当然我们赶快有联络区工所 可能要把它围起来 不要让人家再玩 包括这种嗅死的部分也是这种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民间在长安社区有在看 在长安社区这部分也是会碰到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长安社区里面这个篮球场公园里面 它的腹地不是很大 所以要做整个都是这些油气的坏 可能也没办法融洽 所以我刚刚在谈到 就是说还是要建议市政府 你是不是要在这个罐头邮剧 在我们地方上的建议的时候 你必须能够接受去汰换 那其实我要再强调的 用这些罐头邮剧的 真的就是你阿嬷和孙子 那其实孩子大一点 他也不可能在这地方玩 他也不会再去玩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 你实际上在使用人的需要 然后我们要不要说第一个 当然满足他们 第二个我们这个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阿嬷可以出来借着这个 看看孙子她出来走一走 运动运动晒晒太阳 那小孩子也有地方玩 我想这个是市政府必须要来考虑的 所以就是要呼吁政府单位 其实有的邮据是必须要存在的 有希望能够好好的来维护修闪 那当然空地大 当然大家就来好好的设计一下 共农市 每一区都有这样的腹地跟空间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结合闲智的校舍 变成很棒的长照据点 我们要请敏建议 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原住民文化健康战 我们现在社会慢慢从 现在又慢慢高龄化 甚至于现在就在探讨的 就是超高龄化这个部分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高龄长者 对于他们的一个造福 我们是必须要尽全力的 来为他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我们基隆市 很多的就是ABC 这种关怀站的设置 尤其几乎在我们美隔离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关怀据点 能够为我们长者来做一些服务 在这些据点 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不好找这样的一个地点 刚好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基隆市 有一些闲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学校跟以前公家 刚刚我们也讲 公家的一个宿舍 这些我们都可以打造成在地的 一个关怀据点 来服务我们一个长者 让长者在关怀据点里面 能够享受到 跟其他长者这样的一个互动 让他们在一天的生活里面 会觉得说 我一个人在家里里面 相当非常的 这样的很 很枯燥的 也跟大家报告就是 我们基隆市今年3月15号 也成立一个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 也就是似同跟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一样 但是为什么称为是文化健康站 因为有它自己的另外一个功能在里面 我们除了在文建站里面 对于我们原民老人家的这些 健康的一个把关 跟这些他的生活取居的一个关怀之外 我们还在里面能够达到一个 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甚至于让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能够在这个文化健康站里面 有一些教学跟传承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原住民过去 没有这种文字的这样的一个记载 往往都是依照这个经验来做 手工艺的传说也好 我们语言的传说也好 甚至于很多的生活的一些生活技能 也都是用经验来去做这样一个传承 所以文化健康站里面 除了是对我们原住民长者 对他们身体跟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照顾的据点之外 我们还是把原住民文化能够在这个文件站里面 能够加以传承跟延伸 但是这个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并不是说前面是加了原住民文件站 但是如果我们当地的长者 你是说只有原住民可以去吗 不是 这个大家也不用误会 虽然是讲原住民文件站 如果当地的长者 还是可以去 有意愿能够去我们文件站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 我们也不限于说 限定是原住民的才可以到文件站里面 大家一起来关怀我们基隆市 这些长者的身体跟健康 甚至于我们把他们这些 我们长者有一些的智慧 技能 这些能够在这个关怀据点里面 或者文件站里面 能够传承下去 对 所以这个关怀据点功能真的很强大 就是集结所有的文化 然后还有亲子共学的部分 然后原民文化 那当然不只是原住民朋友 所以只要是在这附近 再说一下地点在哪里 我们目前因为是刚开站 我们中央给我们的资源 我们目前地点是在我们原民会馆 就是中正区正兵路 116项75号的原民会馆 但是我们其他行政区 尤其其他六个行政区 我们一些长者 可能对于在交通部分 会有一些的不便 尤其年龄这么高的那些长者 要转转好几班的公车 你不议他们走出来看色彩屋 可能在交通线方面 可能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也会做滚动式 这样的一个检讨 然后跟我们中央人来去做一个反应 今天我们一个团都跟负责人 今天就在中央 这个时候就在中央 做这样一个整个 做一些检讨的一个会议 所以我们也提出 对基隆市这个文件站的需求 除了要照顾中正区这些老人之外 我想其他六个行政区 我们还是必须要顾虑得到 包括它的交通 包括那些长者这些的人数 我们都要控管好 所以我们会逐步逐步 把这些服务的层面 回到我们所有全基隆的 这些原住民的长者 甚至于我们非原住民的长者 所以我们请在电视机前面 这些原住民的长者 在我们这些文件站 稍微距离比较远以外 我们不是疏忽到你们 我们都会将来会把这个服务 会扩植到你们的地区 真的很棒 希望这个文件站大家都非常期待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宾 两位宜座 来带我们 关心了很多基隆的民生相关议题 相信这些建议会对未来更有帮助 基隆会越来越好 越有越亮点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再帮我 第1位宜座 第1号 第1号 estamos在这个 第1号 第2号 第2号 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隨便 準備 來 無敵 走 小心 明明姐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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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媽 哥 你趕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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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的協助 從負能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我要跟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對啊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啊 現在生活裡越來越多 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以後我們出門 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 及行動支付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啊 爸爸出院後 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 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完成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扶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週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每個月我可以多會點錢回家 有管理員 有公社 肝靈居也處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還可以申請三房的房型 讓幸福住進來 社會住宅